你好,這次是馬爾斯的連交相關的事情 馬爾斯不是連交角色,是中距離的劍角色 所以連交不是特別多,但是節奏性的連交比較很帥 對,那我們一起看看 那當然是他的,首先的連交是抓著下頭 然後空上,對,下頭空上 下頭空上是大概對手DI也沒關係 直接可以,可能最快使用的話肯定是會前點 所以這個是贏的話,就是非常穩定的一個連交,可以多多試試 馬爾斯是連交啟動攻擊還是上體 這個範圍很大,而且重攻的話,你可以再次可以 然後開始,不是間聯,那是上頭,空上,空上 那樣的感覺,對 想,想,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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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了,對 然後空A,空A是一般是,這個環衝的方法的話 就是連交是很難做的,對 但是如果這樣落地的時候第一段開始的話 你可以用空A上體 所以,空A如果被抓也是,被防禦也是可以,可以抓 對,然後最簡單是空A AA 對,最穩定,所以最低的方法,對 這個,這個,對 所以一般是可以空A上體時可以開始連交,對 這個,這個,這個情況,抓著重攻的話上,然後就開始,可能這樣這樣這樣,可能好一點 因為馬爾斯的,抓落地的那個,弄力非常高 所以就是一直一直這樣的狀態,對 這樣的話對手是很難受 然後對手是很難受的狀態,落地的時候你可以直接開始 就是,韓臂啊,smash啊,還有空後,還有韓屁,這些動作來可以幾下 對,高百分比的時候,馬爾斯是可以空A smash,這個也很重要 對,甜點如果你是把握的話,當然是很強的,很強的攻擊,所以你可以一定要學習,對 對,中百分比也是一樣的動作,可以是可以,這個,對 然後空A,但一般是還是空A上體,這個可能更穩定,對 情況的話空A韓臂,空中的韓臂也都都可以,這個是可以多多試試,對 然後如果初級玩家變成了想中級玩家連交更帥一點的話,還是當然是空上 這個空上其實不是連交途中,就是上來的時候,可以這樣 那可以,成功之後,落地成功之後,可以空火呀什麼的都會成功的 對,比如說,這樣這樣啊,這樣再來,攻擊壓,這樣再次上體也可以,空上也可以 對,所以就是這個你動作是學好的話,越來越好,對 呃,但馬爾斯的一個連交是甜點和酸點的一個就是混合在一起,所以難度比較高 但是,在空上如果能使用的話,可能更好玩的一個連交也可以試試 對,你們也多多試試 好,這次下我們